但其实每次对话都按藏玄机。 总有那么些人,在聊天时会触碰到那些不可描述的禁忌,让我们分分钟抓狂。 会不会聊天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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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不会聊天。 写在最后,以上的情况相信,大家多多少少都经历过。 有时候,即使对方的聊天方式,让我们感到非常不爽,我们也会为了保持体面,而不得不选择忍气吞声。 想想还是挺委屈的。 所以,希望那些不会聊天的人都长点心,如果看到这篇文章,请熟读并背诵诚文,好好提高一下自己的聊天水平。 毕竟,聊天不易,且了解珍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